欢迎来到李懿琴的秀 太原泰山坐落于太原市西南23公里的丰裕沟北 是一座充满神秘和历史沉淀的山峰 周围翠绿的丛林古老的柏树掩映着古寺 使得这座山显得格外神秘而美丽 泰山之名最早建于沈约所撰写的诵书 相传在北汉时期山上有一位名叫石赶当的山民 以其勇敢著称他居住的这座山也由此闻名于世 令泰山更加引人注目的是 2008年5月8日泰山龙泉寺的一处六角地宫被考古专家们发现 成为考古界的一大奇迹 地宫内一埋着五重光果其中密存着珍贵的舍粒子 太原电视台当时现场直播了考古专家们 开启石寒金关的全过程 在观众惊叹的目光中 五重光果逐一被打开 银果、金关的光彩夺目 精致的工艺让人叹为观止 然而 最终的谜底被保留在金关中 因为考古专家担心 技术手段不足以妥善保护珍贵文物 最后一层光果则另寻时机再行开启 这一发现让山西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感受了文物考古发掘的神秘 1300多年后仍能一睹唐代丝绸的真容 这也是山西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唐代设立一埋地宫 泰山内部有众多引人入胜的景点 其中包括大雄宝殿、龙泉寺、礼存校木等等 这些景点既有悠久的历史 又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吸引着许多游客前来参观 然而 泰山的交通却并不十分便利 前往的游客可以选择乘坐308或310路公交车 在乱石滩站下车 然后通过与当地司机讨价还价的方式前往泰山 一些建议是告知司机先去垫头古村 协商好不要交收费站的费用 这样可以避免额外的开支 尽管交通不太方便 但泰山的美丽和历史底蕴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 门票价格相对较为亲民 只需支付20元即可进入泰山一探究竟 泰山的位置位于山西省太原市静园区太古公路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深度体验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的绝佳去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下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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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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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